中文字幕——YK 可以很放心地把材料交到移民局那里 我是加拿大政府持牌的移民顾问 我在这个移民的领域已经有14年的历史 我们高百的服务有很多 有出国咨询 移民规划 留学签证 安家置业等等 那我是移民顾问 顾问的作用应该是为客人的人生 做一个长期或者短期的规划 所以我们是按照现在的政策的这个法律 按照客人本身自身的一个情况 和他个人的一个诉求 再去给客人打造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案子 因为我们办签证是从15年到现在 历经了三四年的时间 认识Lona以后 她才花了三到四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通过了 当时呢我人在中国 然后呢Lona跟我培训 我们是通过微信视频培训的 她是通过视频来告诉我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宁愿说不知道 好过你去编造一个答案 就是不记得就是不记得 忘记就是忘记 不用去杜专 从我递交材料 到我拿到枫叶卡八个月 其实我们的秘诀很简单 我们只是在不断努力地做到几件事情 第一个呢我们是在 不断地努力地去学习 最新的一些移民的政策 第二个呢我们是会 体谅移民官跟他去换位思考 最后一点呢就是说 每一次出街的这些案子呢 我们都是至少有两个同事相互检查过 所以我们的口号叫做 仔细 仔细 再仔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活在五点》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Mili 那我们今天节目间呢 再次邀请到了 一位移民方面的专业人士 她呢就是高百移民留学法律事务所的 总裁Rona Wang 那今天的Rona会给我们分享一下的是 父母担保方面的一些细节与问题 Rona你好 哈喽 主持人好 哈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再次做客 我们节目间能不能再请你 和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呢 OK 我叫Rona 王亚南 我是高百移民留学法律事务所的 Founder和CEO 那我们高百呢 致力为客户出国咨询 移民规划 还有各种留学签证 移民签证等等的一站式服务 好的 谢谢Rona 那Rona上次跟我们讲过一一的留学申请方式啊 移民申请方式啊 那今天其实我们主要focus在一个领域是父母担保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越来越多的留学生留下来了 留下来之后他们想要帮父母办这个身份 让父母可以和他们一起在加拿大团聚 是的 但是这个父母担保呢 又不是那么容易做的 它有很多很多的要求 不容易 而且还要抢名额 要抢 而且还很严峻 对 那很严峻是怎么个严峻 今年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OK 今年的年头呢 就是是一个 等于是政府在重新调整了 它的一些法律的情况下 重新开放的这么一种状态 就是说它的有一个抢名额 这么一个动作 那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 一个我们叫一个玩法吧 大概是在今年年头 2019年的1月28号 政府在中午12点钟 向全国的市民开放 那么大家都可以有机会上网去争抢一个 我有意向担保我的家人的这么一个 一个我们所谓的叫做抢名额 那么大概的实际的数据呢 是当天的12点钟 有10万个人上网去注册 那么这些名额呢 大概是2万个名额 在8分钟的时候 就被一抢而光了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8分钟 多少人都在抢这个 一些一点点名额 然后8分钟就已经完全都没有了 是的 那这个父母担保 除了抢名额之外 我们想了解一下 它的申请流程 具体是怎么样的 还有这个timeline 就截止日期是怎么样的 OK 首先我们先讲一下 对于做父母的担保 我们分有一个是申请人 有一个是担保人 那么申请人其实就是我们的父母 担保人是在加拿大本地的移民或者公民 就是刚才面里讲的这个留学生毕业了之后的这个移民的这个人 他想担保他的父母过来 那我们对这个担保人呢是有要求的 基本上是像现在咱们要去抢的这个名额或者要申请的父母呢 他会是在2020年的年头开放 那么我们对于担保人的要求是要看到1918和2017年他们的家庭收入达到一定的这个这个数额 通常我们是在看一个家庭的收入达到了一定的收入的要求呢 你才会有这个资格开始去做整个的一套流程 才有资格抢名额才有资格将来去担保父母 整个的流程大概是这样子 那么在每年的年头呢 你先去争抢一个可以担保的一个通行证一样的 政府大概在两个月之后会给这些有资格或者抢到名额的人发一个邀请函 邀请申请人去这个递交他的申请的表格 那么通常会给申请人大概60天的时间 那你把所有的申请都做好了之后呢 交给移民局 整个的审批的时间我们现在看的话 差不多在一年一年多这么一个样子 那么今年年头的申请呢 其实现在很多人已经收到了体检证书 是这样子 那刚刚说到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看你的收入的 有没有符合条件 符合条件之后你才能进行下面的一系列操作 没错是的 那这个收入要如何计算 或者说它在税表上面是看哪一行哪一列 比你的收入的呢 这个一听一例就是专业人士 对的 我们是要看税单的 税单我们英文叫notice of assessment 通俗我们叫NOA 那么这个在报税的时候呢 我们看因为它有很多行 我们只要看第150行 叫line one of fifty 那么这一行的收入 家庭就是一般是这个两公婆夫妻两个人 他们是加在一起 如果够的话呢就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我们是有一个就对比的 一家三口一家四口 它会有一个对比值 每一年都有一个按照通货膨胀 它会有一个调整 大概是这么一个水平 那么什么样的收入算呢 你的这个叫做工作的收入 一般我们叫T4的 还有就是说佣金的收入 通常我们是T4A的 然后还有比如说你的投资 你的这个房租的收入 这些收入都算的 大概的正常的收入都算 除了这个我们俗称叫EI 大概就是失业保险金 或者失业救济金 这些不算之外 基本上都是OK的 真的讲得非常的详细 一听就让人明白了 但是刚刚有一个问题 我注意到了 就是因为收入 其实不是看一年的收入 要看前几年 前两年 连续三年 对 其实有三年的这个收入 是的 大家这个三年当中 你知道年轻人吗 他们可能会结婚 会生孩子 对 那这个收入就会有变化 因为多了一个人 或者少了一个人 对 没错 那这个时候 要怎么样去进行 他的收入计算呢 我们一般都是看当年的 比如说去年的时候 小年轻两个人 他们刚刚结婚 然后如果要担保一方的父母 那我们是算四个人 但到今年呢 小宝宝降生了 那我们今年的人头 我们在算收入的时候 我们就算五个人 原来是这样子的 一个计算方式 那其实这些 好 收入现在我们知道怎么算了 也知道怎么样去满足条件了 到下面就是抢名额了 对 那有没有一些小tips 能给我们电视线观众朋友们 帮助大家更好的抢到这个名额呢 可以的 没问题 去年在这个 抢完名额几分钟之后 我又收到了很多电话 有的朋友是做 自己做的DIY的 有的朋友自己抢 有时候就可能 就电话里都快哭了 说我连那个网页都没有打开 为什么这个名额已经都抢完了 那我给这个 因为我们公司大概抢到了近20个名额 我们是做到了对客户的一个承诺 就是我们一定是一对一的一个抢名额 那么肯定不能用网速很慢的电脑 然后呢你也不能去依赖这个WiFi 就是无线网络 我们都是拉的这个Langline 就是都是有线的网络 保证这个电脑没有问题 而且我们的信息的输入的时候呢 我们不会再去看到信息的资料 再去一个一个的打字 我家住在几号几号什么路 我们把有一个预见信呢 把所有的这些信息都输入我们的一个表格 那我们的员工呢 看到每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都是复制粘贴 复制粘贴 这样子就不会出现任何的 你知道抢名的时候会紧张 对 你打错一点点字 对吧 有可能就是要重新再来过 所以我们这样子呢 就不会有任何的错误 而且会提高我们的速度 好的 谢谢Rona Rona这个真的是每一个项目 都讲得非常的专业 非常的到位 让人一听就能全部都明白了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 能不能请Rona再和我们说一下 自己创办这个高百移民留学法律事务所的初衷 好的 我们高百移民法律事务所的这个理念呢 是为追梦者开启世界的大门 世界有你 专业有我 谢谢 谢谢Rona 谢谢你专业的讲解 谢谢你做客我们节目间 谢谢明丽 谢谢电视的观众朋友们 好的 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好 谢谢